现在的手机不仅可以快速的沟通 传输讯息 也已经成为民众消费购物的必需品 就是看上了这个商机 台中市的一家网络科技公司 开发出一个叫做华靶APP的软体 让网友可以免费看新闻 广告 直播 还可以累积金额赚点数 目前已经有200多万人下载 2019年6月1号下午 华靶APP来到高雄市一大世界的 加州共和国网络实体服饰店 举办下载APP 九抽奖送五星级酒店住宿券 跟电动自行车的活动 吸引了200多万民众参加 人潮滚滚轻松又热闹 每一次我们办的跟实体店家的 配合的促销活动都不一样 上一次呢我们是送黄金 买面包送黄金 这一次呢我们是买衣服送电动脚踏车 电动脚踏车呢是用抽奖的 只要来排队的会员 只要加入会员来排队 甚至不需要消费都可以参加抽奖 华靶APP科技公司表示 下载他们的APP用来看新闻 浏览广告打电话或者是购买商品相当方便实惠 华靶APP也针对手机消费金融市场跟许多网络实体店面合作 透过网络行销增加曝光率吸引更多的消费人口 就是O2O线上与线下的商店来结合 因为线下的商店遭遇到一个困扰 就是人潮呢都被网络给吸引走了 那怎么样把网络的人倒到店里面来 这是现在店家最大的课题 那华靶呢这个APP呢 它就有这样的功能 在今天的这一场抽奖活动当中 华靶APP科技公司为了吸引更多年轻族群加入 还请来两位年轻漂亮又有活力的showgirl 担任活动跟产品代言人吵着现场气氛 非常好 有现金可以 是算现金吗 有点数啊 可以折抵很多 像呢 优惠啊衣服啊 因为我平常都会滑手机 所以都要把时间花在手机上面 就是还可以用滑拔的话还可以用点数 然后又可以获得一些额外的收入 因为是周末假日又有抽奖活动 一下子就吸引许多民众 前来加州共和国消费 顺便滑手机抽奖品 滑白APP表示 将来还会持续发展电子商务 以全方位营销通路 提升台湾生产跟消费能力 创造三营的科技新时代 记得陈文旭 肖有金高雄报道